这是一个明媚的清晨,老马一家早早地就起了床。 前些天在山里挖到的山江被老马切成片,晾晒在了门前的架子上。 老马来到边上,开始查看起了这些山江的状态。 与此同时,老婆菜花和大女儿星星也来到了屋外。 这些大人们感兴趣的东西,对于星星来说没有丝毫的诱惑力。 她转身去到屋子的侧面,开始欣赏起了那些小花。 很明显的是,她对于这些花花草草要更加地喜欢。 或许是知道女儿的这一喜好,老马将屋子周围栽满了花草。 这也将他们温馨的小屋装扮得更加漂亮。 短暂地休息过后,老马开始忙活了起来。 这些晾晒好的山江,留着自家吃肯定是吃不完的。 因此,他们最好的去处就是拿去换钱。 老马将这些山江一点点地扒拉到波及里面, 然后等到波及满了之后,再装进被篓里面。 作为爸爸的贴心小棉袄,星星也放弃了玩耍, 来到爸爸的身边帮忙。 在妇女二人的共同努力下, 很快门前晾晒的山江就被老马尽数装入被篓之中。 老马从屋子里拿出塑料袋之后, 然后将它塞在了被篓的空隙之中, 这样保证了塑料袋不会掉落。 之后,他将被篓放在架子上, 蹲下身子,艰难地将被篓给背了起来。 难得去一次县城, 仅仅是卖山江的话,肯定是不划算的。 闲来无事的老马, 在家用竹子炸了四把扫把, 这也是他众多手艺中的其中一个, 也是他赚钱的手艺之一。 告别完家人之后, 老马背着这一大堆东西, 朝着县城出发。 老马走后, 他的妻子找来了一个垫子铺在门前, 将小女儿放在了上面。 作为姐姐的心情, 毫无疑问地成为了照看妹妹的最佳人选。 我相信有很多人小时候, 就和老马的小女儿花花一样, 是被姐姐带大的。 这倒不是父母心大, 实在是有时候忙起来, 只能采用这种方法。 安顿好女儿之后, 菜花开始在边上出起了地。 现如今, 一家人已经在这里定居了下来, 开垫出一片菜园,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就在菜花为此忙碌的时候, 老马也来到了县城的农贸市场。 在大男子主义盛行的越南, 几乎很少会看到, 有男人愿意到农贸市场去摆摊做生意。 小虎是其中一个, 老马是另外一个, 就见得手脚麻利的, 将蛇皮袋铺在了地上, 然后将山浆给倒了上去。 在这里摆摊做生意的最大好处, 就是没有摊位费, 只要能卖出去就不会亏本。 如果像是老马这种自己家的东西, 那就更加不需要考虑成本问题了。 也许是老马买的东西比较少见, 也许是老马的形象比较引人注意。 总之, 他刚摆好摊位没多久, 就来了一位客人。 幸运的是, 这位大娘不仅买了一袋老马的山姜片, 还买了一把扫把, 这还是挺好的。 老马相当于一下子做成了两单生意, 当然这和他那憨厚老实的脸脱不开关系。 老马的长相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成熟稳重, 外加靠谱。 所以大家购买起来, 会感觉到天然的安心, 不用担心会被骗。 至于这些山姜买回去有什么用, 我想只有买的人才知道。 经过一段时间的摆摊, 老马很快就将今天带过来的东西给卖了个金光。 在回去之前, 老马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完成妻子给到自己的交代。 老马去到卖鸡的摊位前, 准备捉几只小鸡回家养。 仅仅只买小鸡仔可不行, 像是这么小的小家伙, 必须得再买上一只母鸡带他们才能长大。 好在老马今天赚到了些钱, 这才让他花起钱来不再畏首畏脚。 妻子交代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 老马又去到别的摊位开始消费了起来。 想想也是, 好不容易来趟县城, 肯定不能亏待自己的肚子。 当然, 像是老马这么顾驾的男人, 肯定是不会吃毒食的。 在买了三份甜品之后, 老马便离开了这里。 他得抓紧些时间回家, 因为挂在被篓上的母鸡 可经不起这么一只倒挂着。 此时远在家里的菜花, 已经出了很大一块底了。 这一家人虽然在身体上有所缺陷, 但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相反的是, 他们甚至比常人更加的乐观, 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 不多回时间, 老马便从县城赶了回来。 看着老马满载而归, 菜花也非常的开心。 开心于自己交代老马的事情, 他不仅非常出色地完成了, 还给自己和女儿带回了甜品。 看着老马手里的东西, 菜花当即决定先放下锄头, 回家休息一会, 顺带脚把老马带回来的甜品吃掉。 比菜花更加开心的, 肯定要数星星了。 他早早地就等在了家门口, 有点小机灵的他, 美心一定也在期盼着 爸爸带好吃的回来。 就是这一点小惊奇, 构成了他童年中最深刻的记忆。 老马夫妻俩忙着将母鸡 从被篓上放下来的时候, 心情这边也没有闲着, 他正将袋子里面的甜品 一杯一杯地拿出来放在地上。 让人意外的是, 他并没有选择打开直接吃, 而是等着和爸爸妈妈一起吃。 直到此刻, 博主才意识到, 虽然星星看着小蛋是已经十岁了, 也是到了董事的时候了。 一家人坐下来之后, 老马赶忙开始拆起了甜品的风口, 不为别的, 只为了一直在边上眼巴巴看着的心情。 此刻属于他们一家的甜蜜, 不仅来自于手里的甜品, 更是来自于亲情。 这样的生活, 是会让你觉得有趣还是向往。 爱有才了, 身高不足一米的老马, 营养全部供给了脑袋, 如果不是这样, 他也不会制造出这么令人出乎意料的鸡笼。 也是多亏了有这个鸡笼, 他家的小鸡仔才逃过了一劫。 老马从集市带回来的甜品, 让他们一家老小开开心心地吃了一顿。 短暂地休息过后, 菜花和老马又要继续忙碌了。 老马夫妻离开之后, 只留下了心情一个人坐在那继续吃着甜品。 之前没有除完的地, 菜花还得继续除, 趁着土壤还比较湿润的时候, 他得抓紧时间将种子给播种下去。 至于老马则是带着柴刀来到了竹林里, 准备在这里砍一些竹子带回家编制鸡笼。 住在这样的森林里, 对于老马这样的能工巧匠实在是太幸福了。 不论是需要制作什么东西, 他都能很快地在附近找到材料。 这不, 没过多长时间, 老马就拖着两根竹子朝家走去。 住在这样原生态的环境里, 不仅植物非常的多, 动物也很多, 在回家的路上, 老马和一只小可爱不期而遇。 这给他们双方都吓了一跳, 别看老马只有两只脚, 跑起来的速度那是一点都不比四条腿的小可爱慢。 在短暂的惊吓过后, 老马很快就恢复了理智。 作为一个资深吃货,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抓住这只小可爱驾个餐。 只是这只小可爱明显要比上次被老马烤掉的那只聪明, 他早就一溜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经历了这样一个小插曲之后, 老马心有不甘地带着竹子回到了家。 此时蔡花手头的工作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进展。 原本长满杂草的荒地已经被他收拾得整整齐齐, 就连田龙都被他给分割好了。 当然, 此时的老马也没有闲着, 他又展示起了自己高超的手艺。 带回来的竹子被他截断到了一人多高, 然后对着其中的一端开始不停地切割。 破开的竹子被老马倒置摆放在了地上, 仅仅是看到这里还无法明白老马的制作工序。 或许就连蔡花也不明白老马葫芦里面到底卖的什么药。 不过这个时候的他可没有心思去管老马的事情。 地已经除好了, 播种成了当下最至关重要的事情。 蔡花将种子倒进了竹筒里面, 然后拿着竹筒下到了地里。 在播种之前, 蔡花用锄头在地上刨出了一个个浅坑。 这些坑, 就是那些种子生根发芽的地方。 将种子放到坑里面之后, 蔡花用手将土块给捏碎。 想来他这么做的原因, 也是想提高发芽率。 由此可见, 这些种子对于蔡花来说还是挺金贵的, 不然他也不会这么费事地精心照料它们。 就在蔡花埋头苦干的时候, 老马这边也到了真正展示技术的时候了。 他将一个木头块塞进了竹子的中间, 然后用柴刀一直敲击, 让木块将竹条撑得更大。 不仅如此, 老马还往里面塞了一个竹缓, 用来撑开竹条。 准备工作做好之后, 老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竹签, 开始围绕着这些四散开来的竹条编织了起来。 编织所遵循的原则, 就是以内以外交叉编织, 大约每隔十厘米, 老马就要编织这样一个圆环。 这个过程是相当好时的, 好在老马拥有足够的耐心。 直到最后, 一个圣诞帽形状的笼子, 被老马给制作了出来。 乍一看, 有些像是捕鱼的笼子, 和我们传统印象中的鸡笼相去甚远。 不过老马这样做, 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就看他将底部的竹子给修剪整齐, 然后扛着这个笼子来到了屋子边上, 将它扣在了地上。 重复之前的步骤, 老马得到了两个这样的竹笼, 直到看到老马将买来的老母鸡给罩在了里面。 博主才大致明白了这个鸡笼的使用方法。 想想也是, 只要保证母鸡不往外跑的话, 这些小鸡自然也就乖乖地听话了。 当然, 为了让它们更快地熟悉环境, 老马还是非常奢侈地喂给了它们一把米。 做完这一切过后, 老马开始打扫起了自己的施工现场。 之前还神经紧绷的他, 居然在临了的时候马尸前提。 他一个不小心, 这些锋利的竹签子就扎破了他的手。 虽然伤口不是太大, 但老马还是提高了音量, 希望得到妻子的安慰。 你还别说, 菜花还就吃的这一套, 立马火急火燎地跑了过来, 帮他处理起了伤口。 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的处理方式也比较的简单, 就是用嘴巴将草药嚼碎敷在伤口上, 然后用点芭蕉叶包扎一下就好。 当然, 博主不建议大家学习, 毕竟咱也不是没有这个条件。 万一弄感染了, 就不好了。 伤口包扎好之后, 老马又下到地里帮老婆播种了起来。 就在二人专心干活的时候, 家里的老母鸡开始躁动不安了起来。 老母鸡的声音很快就吸引了老马夫妻俩的注意。 他们赶忙丢下锄头, 跑过去查看。 原来是一只小可爱跑路过来, 准备抓两只小鸡仔丸, 难怪母鸡这么大的反应。 老马看着比自己还长的小可爱, 一时间竟然有些不敢下手, 只能在边上虚张声势, 将他赶离了这里。 确定小可爱已经跑了之后, 老马认真地数了输小鸡仔的数量。 确定一只都没有少之后, 他才放下心来, 将小鸡仔们放出来之后, 古灵精怪的老马, 捏手捏脚地从后面慢慢地靠近了正在干活的菜花。 他猛地用手一抓菜花的脚, 确实给他吓了一大跳。 好在神经大挑的菜花, 反应不是那么快。 要是割别人, 回头踢他一脚也不是没有可能。 最终, 夫妻俩结束了忙碌的一天, 背着锄头往家走去。 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田园生活。 全家残疾的老马一家, 为了躲避世俗的眼光而隐居深山。 他们一家靠着自己自足, 将生活过成了令人羡慕的模样。 为了实现用水自由, 老马决定在屋子后面的小溪里建造一个蓝水坝, 用来抬升溪水的水位, 达到蓄水的目的。 这样以后, 就算是旱节来临, 他们短时间之内也不会因为用水问题而犯难。 作为敢想敢干的那种人, 老马立即为自己的这一想法付出了行动。 小溪里面的石块, 成为了它建造蓝水坝的材料。 老马尽可能地在小溪里寻找一些大一点的石块, 这样可以避免被水冲走。 这些重达上百斤的石块, 别说是老马了, 就是一般人也是搬不动的, 所以它只能一点点地将这些石块滚到指定位置。 在老马的不懈努力下, 蓝水坝的高度逐渐到了老马腰的位置, 仅仅是现在这个高度, 还没有达到老马的设计要求。 因此, 菜花也加入到了寻找石块的工作当中, 山红冲击形成的溪流里, 躺着不少巨型的石块。 就算是老马和菜花一起用力, 也很难将这些石块给翻过来, 所以他们二人不得不寻找一些个头小一些的石头, 用来垒蓝水坝。 在这样原生态的环境里, 除了有石块还有一些小鱼小虾, 拥有保护色的螃蟹, 自以为能躲过人类的双眼, 却不想最终落入了菜花的魔罩。 像是这么小的螃蟹, 吃上一顿肯定是不够的, 所以菜花只能将它放生了。 逐渐炎热的天气, 让老马和菜花开始出寒。 脱衣服成了最好的降温方式, 也正是因为这个机会, 我们才看到了老马那一身健子肉。 这些健子肉可不是在健身房里面锻炼出来的, 而是在年复一年的劳腹中磨砺出来的。 这其中蕴含的力量, 也不是那些夸张的肌肉能比的。 当然老马也会偶尔吃一些高蛋白的东西, 就比如在他手里的那只小螃蟹, 就是非常好的蛋白质。 相比于熟螃蟹, 老马更加喜欢生螃蟹那嘎嘣脆的口感。 吃完这个小点心之后, 老马的浑身仿佛又充满了力量, 干起活来也更加的有劲。 时间飞逝, 等到老马将懒水坝给擂好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时分。 眼瞅着就到了该吃午饭的时候了, 他们一家中午要吃的菜还不知道在哪。 好在菜花提前放下了手里的活, 带着女儿在附近挖了一些竹笋。 有了那些竹笋, 他们又能凑合着吃上一顿了。 挖到足够的竹笋之后, 老马便带着菜花准备回家做饭。 之前建造的水坝, 成了沟通大山的一座断桥。 跨过这座桥, 他们二人才能回到家。 将竹笋送回家之后, 老马并没有休息, 而是开始了其他工作。 哄芒小夕的那个土坡实在是太陡了, 给推脚步方便的老马一家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 因此, 建造一个方便上下的楼梯还是很有必要的。 就在老马为此盲目的时候, 菜花这边也开始做起了午饭。 她不停地往土灶里面添柴, 给火烧得非常忙。 一笋两吃对于菜花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她将几个比较小的竹笋塞进了灶台, 准备和烤红薯一样烤着吃。 至于其他的, 还是如同往常的一样, 包掉皮之后煮着吃就好。 在翠花煮饭的这段时间里, 老马已经将楼梯给铲了出来。 紧紧弄到这个程度, 等于没弄。 天因下雨的时候, 照样还是会很湿滑, 所以还得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改造。 老马用波挤从小溪边运过来非常多的小石块, 准备将它们铺在地面, 用来防滑。 对于这些不要钱的材料, 老马那时可着劲往上堆。 当然, 为了不合脚, 老马找的都是一些相对比较平整的石块。 不过为了更加贴合, 老马如同一个泥瓦匠一样, 对这些石块开始了悄悄打打。 光是他一个人弄的话, 估计得弄到猴年马月。 好在老婆菜花及时地加入了进来, 他们一个人运石块, 一个人铺舌。 不多会的时间, 原本陡峭的斜坡, 就被老马扶起两铺成了和公园一样的鹅卵石小路。 眼看着工程即将完成, 剩下的工作交给老马去做就好。 至于菜花则是去到了厨房, 将灶台里面烤着的竹笋给扒拉了出来。 多亏是连着笋衣一起放进去烤的, 不然这些竹笋大概率是不能吃了。 竹笋烤好之后, 老马这边也已经完工了, 忙活了一上午的两人, 累得那是筋疲力尽。 为了犒劳一下老马, 菜花将最鲜嫩的笋尖给到了老马。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 这些竹笋自然也是, 只需要沾上一些大力食言, 就能让人欲罢不能。 甜蜜的夫妻俩, 在此刻又开始撒起了狗粮。 菜花非要将手里的竹笋, 亲手喂到老马的嘴里, 好像害怕别人不知道他们的感情好一样。 就在老马吃东西的时候, 菜花从家里拿来了剪刀。 好些天没有理发的老马, 头发一长以后, 显得头更加的大了。 菜花用专业的剪刀, 开始给老马剪起了头发, 指望菜花像是石鸽节公社的胡德鲁那样。 给老马弄一个实性的发型, 显然是不可能的。 他的手艺, 也就够给小女儿和老马剪一剪寸头了。 至于有多寸, 大约也就是剪刀能剪到的最短长度。 在菜花的一顿骨刀之下, 老马虽然没有保住自己的绣发, 好在也没有流失自己的血液, 碎发混合着汗液, 粘在了老马结实的肌肉上, 无法胆怯。 好在他之前建造的蓝水坝已经初见成效, 小溪里面的水位已经足够让他在里面畅快地洗上一把枣, 老马如同一条肥瘦的大鲤鱼一样, 在溪水里自由自在地游动着。 此时的老马无疑是幸福的, 他仿佛又找到了童年时期摸鱼抓虾的快乐。 老马这一下可真是找到宝了, 他从山里带回来了两个大黑疙瘩, 从里面取出来的稀奇玩意, 让一家人美美地吃上了一顿蛋白质大餐。 为了避免周边林子里面的小动物跑过来打扰自家的生活, 老马和菜花决定修建一个栅栏。 因此一大早, 老马夫妻俩就开始忙活了起来, 老马负责去到山里砍竹子, 并且将这些竹子给运回来, 而菜花则负责一边在家带孩子, 一边处理老马运回来的竹子。 有了明确的分工之后, 两人开始各自忙碌了起来。 相比于老马的工作, 菜花这边要略显轻松一些, 他要做的就是将这些竹子 用锯子锯成统一长度的竹竿。 这些锯好的竹竿, 又被菜花用刀从中间一分为二。 这些被破开的竹子将会用来制作栅栏的竹体部分。 为了跟上菜花的速度, 老马必须运回足够的竹子。 在着急忙慌的状态下, 老马不可避免地踩空了一步, 这也给他带来了比较沉痛的教训。 好在他拥有一身令人羡慕的腱子肉, 这才没有将自己的腿给摔断。 检查完身体并无大碍之后, 老马决定原地休息一下。 就在他休息的时候, 一个不经意间的东张西望, 让他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为了确认不是自己眼花, 老马赶忙走了过去, 开始查看了起来。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才发现自己找到了宝, 一个比老马头还大的蚂蚁巢穴, 挂在了藤蔓之上。 这对于越南当地人来说, 可是个宝。 于是老马二话不说, 立马去到边上, 开始制作起了工具, 准备将这个宝给取下来。 老马取了一根竹片, 准备用它来割断蚂蚁蛋上方的藤蔓。 为了保卫家园, 这些蚂蚁自然是不会放过老马的, 开始叮咬起了它。 在这样一场争斗中, 老马最后已被咬了几十口的代价, 大获全胜。 运气爆胖的老马, 在不远处又发现了一个蚂蚁窝。 决定乘胜追击的它, 立马跑过去一鼓作气地将另外一个也拿下。 怎么将这两个蚂蚁窝带回去, 成了老马最棘手的问题。 聪明的它, 从边上找了一个竹竿, 将两个蚂蚁蛋跳在了肩上。 回去的路程无比的漫长, 因为老马要承受着蚂蚁们的叮咬。 值得庆幸的是, 有了这么好的收获, 就算是被叮咬一番, 也是可以接受的。 老马带着蚂蚁窝回到家之后, 菜花立马围了过来, 此时的它一边用柴刀敲击着竹竿上的蚂蚁, 一边在脑海里飞速地思考着, 该怎么去处理这个蚂蚁窝。 经过一番思考之后, 菜花还是决定留着自家吃, 就看它拿出一个巨大的竹脖戟, 让老马将蚂蚁窝放在了里面。 将蚂蚁窝用刀弄开一个口子之后, 老马再次将蚂蚁窝给挑起, 并且不断地用柴刀敲击。 在持续的敲击之下, 蚂蚁窝里面的蚂蚁和蚂蚁蛋纷纷地掉落了下来。 这些白色的蚂蚁蛋, 就是整个蚂蚁窝里最具有价值的东西, 也是唯一可以拿来吃的东西。 两个蚂蚁窝都弄完之后, 老马得到了大约两三斤的蚂蚁蛋, 这个时候的蚂蚁蛋还不能直接食用, 还得剪去里面的杂质。 这个繁杂的工作, 交给菜花去做就好, 老马还有正事要干。 他拿着铁锹, 来到屋子边上开始打起了洞。 这些洞的作用, 就是用来放置栅栏的立柱。 经过长时间的挑选, 菜花这边的蚂蚁蛋也全部挑选好了。 为了不浪费这么稀少的美味, 菜花决定给全家做一道不一样的美食。 菜花拿出了提前发好的面团, 在手心里将面捏成了面皮。 之后的操作, 更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直接抓起一把蚂蚁蛋, 当成馅料包在了面皮里。 这种样式的食物, 别说是吃, 就连键都没有键过。 将面皮封口之后, 为了荤素搭配, 菜花又拿出了泡桶树的树叶, 用来包裹这个面团。 等到所有的面团全部包好之后, 就可以准备上锅蒸了。 菜花将它们放在锅里的竹梯子上, 然后拿到了厨房。 接下来的时间, 就是大火盲煮, 直到将它们煮熟。 在厨房不需要人照看的这段时间里, 菜花去到了老马身边, 和它一起建造起了竹栅栏。 此时的工作, 已经变得相对简单一些了。 只需要将事先准备好的竹条, 一根根地插入栅栏的框架里面就可以了。 这样的工作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 唯一需要的就是大量的时间和足够的耐心。 时间如流水般转瞬即逝, 分头行动的两人终于即将会合。 随着它们不断地往空隙里面填充竹条, 栅栏空缺的地方也越来越少。 直至最后, 这些栅栏严丝合缝的围城里一道巨大的围墙, 将老马家的房子和屋子前的空地, 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 面对自己的成果, 二人非常的满意。 他们沿着栅栏环绕了一圈之后, 才心满意足地回了家。 接下来, 就该是吃午饭的时候了。 菜花将美食放在了芭蕉叶上, 端到了家人面前。 至于这一道糯糯唧唧的食物, 味道究竟怎么样,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从老马一家人满足的神情可以看出, 应该很符合他们的口味。 虽然味道怎么样, 我们不敢肯定, 但是口感一定是极好的。 香糯的口感, 以及中间可能爆浆的馅料, 可不是一般食物能比的。 关于营养方面, 那是更加不用担心。 毕竟能比蚂蚁蛋, 蛋白质还高的东西, 也是不多了。 饱餐一顿过后, 一家人坐在门前的露台上, 开心地玩耍了起来。 作为隐居在山里的最大好处, 就是可以在享受大自然所带来的优美风景, 和新鲜空气的同时, 还能有时间陪伴孩子们, 一起快乐成长。